哈囉大家好,我是提姆 今天跟大家聊聊一本世紀之書 1984 1984是一本被時代雜誌評為百大小說的書 那麼它的封面也在1983年的時候 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 因為它的書名是1984 那麼1984其實不是在1984年寫的 它是在1948年 所以它是一本科幻小說 那它的作者是喬治歐威爾 是英國人 1903年出生在英屬的印度 這個喬治從小就是一個學霸 他14歲的時候就靠著獎學金 考進英國的伊頓中學 這個伊頓中學是一個英國的超級貴族學校 他培養出了一卡車的正商名流 像是英國的經濟學家凱恩斯 還有英國的戴安娜王妃 還有像是前首相卡麥隆 都是從這裡畢業的 那麼喬治在伊頓中學讀書的時候 就開始在校刊寫文章 但是因為家裡比較窮 所以他在學校其實是被排擠的 導致他的學生生活過得不是很快的 那麼18歲畢業之後 因為家裡沒有錢讓他繼續上大學 所以他就加入了英國在緬甸的殖民警察 那麼在這一段期間 他近距離的見識到了當時候的警察 是怎麼樣殘暴的對待犯人 英國雖然是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 但是在當時海外的殖民地 其實都是極權統治的作風 所以喬治見識到的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殖民國 欺負被殖民國的過程 那麼喬治其實打從心裡面 不認同這種制度 他覺得很自責 所以服役滿五年之後 他就決定離職 返回英國了 從那之後 他就帶著一個想要贖罪的心情 想要以作家的身份 為底層的人民發聲 離開緬甸之後 他在十多年的時間裡面 他過著流浪的生活 他洗過盤子 那麼他也當過老師 他也當過書店的店員 但是因為他是貴族學校畢業的嘛 所以他身上的那個貴族的氣息呢 讓他沒有辦法真正的 被社會底層的人民接納 那這也直接造成了 他長期的貧困跟生活的不順利 那也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呢 他其實對於社會底層的人民 所感受到的不公跟不義 有非常深刻的感受 他自己曾經說過 貧困的生活跟失敗的感覺 增強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 那麼使我第一次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 所以喬治歐威爾呢 他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支持者 那麼社會主義呢 最早的起源 其實是來自於一個16世紀的英國學者 叫做湯瑪斯摩爾 他有一本著作非常的有名 叫做烏托邦 那麼烏托邦呢 這本書的名字其實非常的長 他叫做 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 和烏托邦先導的既有意又有趣的經書 哈哈哈哈 什麼東西 OK 所以 裡面描述了一個理論上完美的世界 人人都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 人人平等 沒有任何的階級區別 所以每個人也都非常的守法守秩序 那麼更重要的是 在烏托邦裡面沒有錢的概念 因為所有的勞動生產的果實 都有每個人平均分享 所以在烏托邦裡面不會有商業行為的發生 那麼更具體的來說 在烏托邦裡面 人作為個體是不重要的 而是要作為群體生存下去 那麼在目前已知的社會實驗裡面 烏托邦已經被證實了 不可能存在 因為人類無法克服我們既有的懶惰跟貪婪 但是在這個地球上 非常接近烏托邦的這個社會組織 其實是存在的 只是它不存在於人類社會當中 而是存在於動物社會當中 比如說 貓幼 所有的貓幼幾乎都是在同一天生產 所以貓幼媽媽根本分不出哪一個是自己的小孩 也就是說每一個貓幼寶寶 都會受到很公平的照顧 那麼貓幼對於自己產下的後代 是沒有任何的私心的 在期刊《自然雜誌》上面 有科學家做了一個實驗 他把懷孕的貓幼分成了兩組 其中一組他給予比較多的食物 另外一組他給了比較少的食物 那麼給了比較多食物的這一組 牠們生下來的貓幼寶寶就會比較健康跟強壯 那麼食物比較少的這一組 牠們生下來的貓幼就會比較瘦小 那麼在自然界裡面 有時候這種一生下來就比較有殘缺的後代 有時候會被媽媽直接殺掉 因為他們可能第一個會擔心他們活不下去 那第二個有可能一生下來的時候 牠就變成了糧食 自然界是很殘酷的 那麼在貓幼的社會 並不會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科學家發現 比較瘦弱的那一組貓幼寶寶 其實並不會被貓幼媽媽所遺棄 反而貓幼媽媽會輪流照顧這些貓幼寶寶 直到這些比較瘦弱的寶寶 長得跟正常健康的寶寶一樣強壯為止 那麼貓幼也是社會性很強的一個群體動物 牠們出去觅食的時候 都是一群一群的出去 那麼有人在那邊挖鳥蛋 吃蟲子的時候 就會有另外一個人負責在外面拔風 等到這個吃飽了之後 再換人去放哨這樣子 所以貓幼的社會 其實是非常的符合我們人類所描繪的烏托邦 那麼為什麼支持社會主義的喬治歐文 會寫出這一本反烏托邦的作品呢 我們就要先了解一下 反烏托邦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前面有提到 烏托邦是一個集體大於個人的社會 所以為了達成集體的利益 少數個人的利益就必須被犧牲 那麼為了達成這樣子的目標 通常主導這一切的人 就會是一個極權的政府 為了效率 那麼這個組織 其實理論上必須要完全秉公無私的去分配資源 可是在19世紀出現的這些社會主義的國家 他們剛開始的時候 的確是以烏托邦這個概念為目標的 人人有房住 家家有飯吃 可是極權主義通常敵不過人性 絕對的權力會帶來絕對的腐化 所以表面上平等 但是實際上的貧富差距更大了 那麼表面上沒有階級 但是統治階級的權力是更難以撼動的 表面上看起來和平 但其實是政府極權鎮壓的結果 所以喬治歐威爾他並不是反對社會主義 而是反對極權主義 好 那麼1984的故事發生在英國的倫敦 主人公是一位叫做溫斯頓的大叔 他生活在一個虛構的國家裡 叫做大洋國 在1984的世界觀裡面 只有三個超級大國 大洋國 歐亞國 跟東亞國 這三個國家長年以來 處在一個互相戰爭的狀態 那麼統治大洋國的是一個叫做 英社的政黨 它是英國社會主義的縮寫 它的本質上其實就是一個獨裁的政府 它把人民分成三個階層 核心黨員 外圍黨員 跟無產者 那麼核心黨員是人數最少的 但是他們也是過得最爽的 他們是國家的統治階層 他們住在豪宅裡面 那麼生活出入都有仆人伺候 而且思想跟言論也都不需要受到審查 那麼溫斯頓雖然是屬於黨員 但是他是屬於外黨的黨員 所以基本上還是一個屬於被剝削的階層 那麼黨員一天24小時都必須要在有電幕的地方活動 這個電幕其實就是一個電視牆 它可以監視你的一舉一動 那除了監視以外還能監聽 那麼更重要的是 這個電幕是不能關掉的 它只能夠調整音量的大小而已 除了電幕以外 不管走到哪裡都會有一張張的海報 上面印著一個超級大的人盯著你看 那下面就寫著一行字 老大哥正在看著你 其實關於老大哥 整篇小說都沒有提到 老大哥到底是不是一個真實的人物 他的形象大概40多歲 是個中年人 那麼他是音色的創辦人 他的形象有點像國父的感覺 其實老大哥代表的就是黨 那麼他是一個集體的意識 只是說黨把這個集體意識人格化 一般人對於組織產生認同需要一段時間 但是如果對象是人的話 就會簡單很多 所以音色把這個老大哥的形象 創造出來之後 再把它描繪成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形象 那麼其實就是造神 其實在現代社會 也有一些意識人格化的類似例子 比如說像是美國有一個Uncle Sam We want you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就是英國的 不列顛尼亞女神 那麼到了今天 老大哥這個詞呢 其實已經變成了 極權主義的國家 監控人民的代名詞了 音色有三句口號 戰爭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農業 無知就是力量 這三句話貫穿了黨 是怎麼樣統治這個國家的 這個我們待會會聊到 那麼溫斯頓上班的地方呢 叫做真理部 大洋國有四大政府組織機構 真理部 仁愛部 和平部 富裕部 每一個部門在做的事情呢 剛好都跟他們名字相反 真理部負責篡改歷史 仁愛部負責拷打思想犯 和平部負責發動戰爭 富裕部就負責割韭菜 那溫斯頓每天的工作 就是篡改歷史 比如說過去某一天 老大哥曾經預言 歐亞國會進攻非洲 但是呢 後來歐亞國就進攻了印度 那怎麼辦呢 這時候溫斯頓呢 就要把所有的文獻調出來 然後呢把老大哥當天的演說 改成老大哥預言 歐亞國進攻了印度 那這件事情就變成了現實嘛 對不對 然後呢再把所有過去的報章雜誌 文獻等等 通通都銷毀 然後呢再重新印刷新的歸入檔案 那麼透過這樣子不斷的修改歷史呢 所有的文獻呢都只會用來證明 黨的權資跟黨的偉大 那麼黨說的呢是不會有錯的 所以呢 黨有另外一句口號叫做 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 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 這是一句細思極恐的話喔 為什麼說控制過去就控制了未來呢 其實沒有人能夠預知未來的 對吧 但是呢當未來變成現實的時候呢 只要我把過去改變成符合現實呢 在某種程度上面呢 我就變成了預知未來的人了 那麼我如何能夠改變過去呢 就是因為我對現實有絕對的控制權嘛 黨控制了現在所以有能力改變過去 那麼透過篡改過去實現了預知未來 所以對於被統治階層的人來說呢 黨的存在就像神一樣喔 只要收緊民眾知的權利呢 不管黨說什麼都會成為現實喔 這聽起來有點荒謬喔 但是呢其實真理部的靈感呢 大多都是來自於史達林統治之下的蘇聯喔 那史達林這個傢伙呢 他非常喜歡P圖喔 像這一位折倫司機部長喔 他被處決之後啊 他臉直接被抹黑喔 技術雖然不是很好啦 那還有一位呢就是 蘇聯其中一位的秘密警察首腦 葉洛夫 他在大清洗之中被殺害之後呢 他先前跟史達林一起出現的照片呢 就直接被P掉了喔 那麼 史達林除了P人以外呢 他也會加東西啦 像這張照片啊在1917年的遊行喔 因為被嫌不太革命風喔 所以呢 左邊的招牌啊 本來是時鐘金子跟銀子的意思喔 後來被P成之後 通過鬥爭拿到你所想要的 那後面那個黑黑的旗子啊 也被P成打倒君主制喔 那麼另外的北韓呢 第二把交以張成哲喔 在2013年被處決之後啊 北韓勞動黨呢 也把跟張成哲有關的所有報道跟文字喔 通通都刪除了喔 那麼溫斯頓雖然每天面對大量的洗腦還有監控 但是呢 他其實對於生活是感到非常的絕望跟厭煩的 他住的大樓啊 年久失修 每天都伙食 一成不變 甚至他的衣服破了都沒有錢買新的 但是呢 黨每天宣傳的口號啊 依舊是 產量又超額囉 然後經濟又再創奇蹟囉 加上呢 溫斯頓自己是在整理部工作嘛 他的工作就是篡改歷史喔 所以他根本就不相信黨的這些描繪出來的美好世界喔 他其實是對這個世界存在有非常多的懷疑的喔 可是呢 在這個思想警察 隨時會來敲門的事件呢 他是沒有辦法和別人談論這件事情的 所以呢 他只能躲在房間裡面 悄悄的自己寫日記喔 幻想自己 打倒老大哥 有一天溫斯頓呢 在整理部的走廊 遇到一個女人喔 這女人的名字呢 叫做朱莉亞 朱莉亞一面走來的時候呢 在溫斯頓的面前摔了一個大跤喔 啪啊 一下的東西散了滿地都是喔 溫斯頓趕快上前去啊 把朱莉亞扶了起來 那兩個人扶起來之後呢 互相問候了一下 沒有說什麼 可是這個時候呢 溫斯頓的內心狂跳不止喔 因為呢 他在扶朱莉亞起來的時候 朱莉亞偷偷塞了一張字條給她喔 溫斯頓雖然已經結婚了呢 可是他其實 的確有注意過朱莉亞這個女人喔 他們在擋的大大小小的活動上面 其實都見過面 但是呢 溫斯頓其實 不是很喜歡朱莉亞 甚至呢 有點討厭她喔 可是呢 這張紙條啊 還是讓溫斯頓非常的坐立難安喔 他非常想要馬上知道 這張紙條到底裡面寫了什麼東西 可是他沒辦法馬上打開來看 因為到處都有店幕的監視喔 後來呢 他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空 深無息 打開紙條 結果呢 上面只寫了三個大大的字 我愛你 這實在是令人太傻眼了喔 溫斯頓怎麼都沒想到 他會收到這張紙條啊 他原本對朱莉亞的厭惡呢 馬上轉為濃濃的興趣喔 男人啊 就是這樣子喔 那後來 兩個人勾搭上之後呢 就發展成穩定的情侶關係喔 那後來呢 甚至還進展到肉體關係喔 那麼在黨的統治之下呢 其實任何未經允許的男女關係呢 都是被禁止的喔 溫斯頓的老婆其實也不是通過自由戀愛結婚的啊 你如果要生小孩呢 只能夠為了黨而生小孩 所以呢 溫斯頓呢跟朱莉亞一旦被逮到就慘了喔 但是呢 越是禁忌的關係 就越是刺激 對吧 那麼在溫斯頓的工作場所呢 有一位叫做歐布朗的這號人物喔 他是內黨的成員 那麼內黨的成員呢 就是金字塔最頂層的統治階層喔 溫斯頓呢 一直深深的被歐布朗所吸引喔 不是多元成家的那一種喔 不然他的性向也太奇怪了喔 歐布朗呢全身上下散發出一種知性的氣息喔 舉手投足呢都非常的引人注目喔 屬於那種特別有個人魅力的那種人喔 那麼溫斯頓相信呢 歐布朗他一定是兄弟會的成員 兄弟會呢是1984裡面一個非法的地下革命組織喔 他們的終極目標呢就是要打倒老大哥喔 幾乎所有的黨員都知道兄弟會的存在喔 但是呢沒有人見過兄弟會的成員 他是一個非常神秘的組織 那麼有一天呢 歐布朗主動找上溫斯頓喔 邀請他到家裡去討論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這溫斯頓一聽不得了啦 哇他覺得歐布朗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暗示他喔 那麼那天晚上呢 溫斯頓到了歐布朗豪華的公寓面前喔 他其實還在猶豫 嗯 我到底要不要全盤拖出我的想法呢 那麼這個時候呢 歐布朗做了一件事情啊 讓溫斯頓覺得震撼喔 就是歐布朗呢把電幕給關掉了喔 沒錯 只有內黨的黨員呢 有這個權限 可以把電幕給關掉喔 所以呢 沒有了電幕的監視呢 溫斯頓就受不了了喔 他把他這幾年擠壓在戲裡面的所有事情啊 他是一個思想犯 他痛恨老大哥 他要打倒老大哥 還有他覺得歐布朗一定就是兄弟會的成員 這些事情通通都說了出來 結果歐布朗跟他說 沒錯 我就是兄弟會的成員 而且呢 從今天開始 你也是兄弟會的成員之一了 接下來呢 你會收到一連串的任務指示喔 只要你照做呢 我們一起打倒老大哥 然後他就給了溫斯頓一本書喔 叫做寡頭GT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喔 這是一本關於世界真相的書喔 概念上就是呢 嗯 你先回去學習一下喔 那等你學習完了呢 我們在一起搞革命喔 那麼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呢 我給大家說明一下喔 這個世界呢 分成三種人喔 上等人 中等人 跟下等人喔 上等人的目標呢 就是盡力的維持他們的地位喔 那麼中等人的目標呢 就是他們想盡辦法跟上等人要交換位置喔 那麼下等人呢 每天就是工作 吃跟睡 呃 我也算下等人喔 哈哈哈哈 那麼 人類幾千年來的歷史呢 其實就是上等人跟中等人呢 不斷的交換位置喔 的過程 那麼 中等人呢 每一次都說 我們一定會成為更好的上等人 可是呢 每次交換位置之後呢 他們又變成了新的上等人 被人家攻擊喔 所以呢 人類的歷史呢 是一直不斷的在重演的一個過程喔 那麼為了維持一個穩定的社會呢 呃 上等人如何去保持他們的地位呢 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喔 那麼音色呢 用了兩個手段 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第一 戰爭 前面我們有提到 世界三大國呢 其實一直處在一個戰爭的狀態 但這個戰爭的狀態呢 其實並不是真的要打贏對方喔 那為什麼要戰爭呢 其實人類自古以來啊 都在為了 消除階級而抗爭喔 但其實呢 一個有階級的社會呢 才是最穩定的社會喔 這種社會階級呢 會由 少數的統治者 跟多數的被統治者而組成喔 那麼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呢 這其實是一個必然的穩定社會結構喔 一旦呢 底層的人民呢 欸 吃得好 住得好 知識水準提高了 他們就會發現 欸 這個上層的統治階層 好像沒什麼路用耶 馬上就會推翻他們 所以呢 一個穩定的社會結構呢 其實是要建立在多數人的貧窮 跟物資之上 那麼 我們要怎麼樣確定 大多數人的貧窮跟物資呢 戰爭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手段喔 戰爭呢 可以消耗過剩的產能 如果房子蓋好了呢 給你炸掉再重新蓋一次喔 它可以讓人民呢 活在永遠的勞動之中喔 生活呢 也可以維持在一個低水平的狀態喔 而且戰爭呢 還能夠轉移人民的注意力啊 把追求物質水平的這個欲望呢 轉化成民族情緒喔 所以呢 戰爭就是和平的意義 就在這裡 第二 雙重思想喔 如果說戰爭呢 讓人民貧窮 那麼呢 雙重思想就是讓人民維持愚蠢喔 舉個例子喔 比如說我今天跟你講 美國總統呢 是歐巴馬 你說 蛤?不是拜登嗎? 我就叫思想警察 把你抓進來啊 痛打一頓喔 然後呢 你肯定會酷著跟我囚擾喔 說 好好 我知道 現在的美國總統呢 是歐巴馬 OK 好 過兩天之後呢 我再跟你講說 欸 現在的美國總統是拜登耶 你說 蛤?不是歐巴馬嗎? 我就再把你抓進來 就再把你揍個三天三夜喔 然後再問你說 現在總統是誰 那你一定會哭著跟我囚擾 他說 好好 我知道了 現在是拜登喔 對不對 好 再過兩天之後呢 當我跟你說 現在的美國總統是歐巴馬的時候呢 你信不信 這就是雙重思想喔 強迫人民呢 去接受兩種互相矛盾的事實喔 那麼 美國總統 怎麼可能同時是拜登 又是歐巴馬呢 對不對 但這不重要 可以的 只要黨說是誰呢 你只要接受就可以喔 每隔一段時間呢 大洋國的交戰對象啊 就會變成歐亞國 或者是變成東亞國喔 那麼 每天榜媒呢 報導的皮階產量 好像都不太一樣耶 人民呢 其實不需要去思考事實的對與錯 那麼 雙重思想的最高境界呢 其實並不在於人民喔 而是在於統治階層喔 一個政權的垮台呢 其實不外乎啊 過於軟弱 或者說過於強硬喔 那麼作為統治者的你呢 你要相信自己喔 同時呢 你是在保護人民 也同時呢 你是在壓迫人民喔 只要呢 謊言搶先一步成為現實的時候呢 你就無敵了 這呢 就是無知就是力量的意義 那麼還有一件事情呢 對於黨的統治也是相當重要的喔 就是新化的推行 新化呢 就是新式的英文喔 它的本質上呢 是一個不斷簡化的語言 比如說呢 在英文裡面有 good跟bad 好跟壞這兩個字嘛 那因為這兩個字呢 是相反的詞彙 所以呢 有一邊會被刪除 也就是bad這邊會被刪除 那麼留下來的good呢 如果你要去形容bad的時候呢 你只要用ungood就可以了喔 所以呢 所有有正反意義的詞呢 都按照這樣的邏輯去處理喔 那麼 然後 像better這個詞呢 也被刪除了 因為它是比較機喔 只留下good 所以當你想要描述更好的時候呢 你只要用 plusgood就可以了喔 那如果你想要再更好一點呢 你只要用doublegood就可以了喔 好 那麼除了相反意義的詞被刪除之外呢 相似意義的詞語呢 也被大量刪除了喔 比如說well這個字呢 跟good 因為它的意義都是好嘛 所以well這個字呢 就被刪掉了 只留下good 那麼再來呢 就是一些針對特定用語的一些詞呢 也全部都被刪除了 比如說革命 獨立 或者是反抗喔 都不存在於新話裡面 那麼說到這邊呢 可能已經有人懂了喔 其實呢 這邊就是一個終極的思想改造喔 語言會形述一個人的思考的深度跟廣度喔 當一個人可以用的字越來越少的時候呢 這個人就會越來越笨喔 然後越來越好統治喔 那麼另外一點呢 就是當老化呢 被新化完全取代的時候呢 人類就會與歷史完全的斷絕 因為到時候呢 用老化所寫成的文獻呢 這樣不會有人再看得懂 那麼黨呢 也就達成了終極的統治 關於語言呢 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喔 之後呢 我會另外再做一些節目 跟大家分享喔 那麼溫斯頓讀了這本書之後呢 其實沒有什麼豁然開朗的感覺喔 他比較覺得像是有人把已經知道的知識呢 整理出來給他而已喔 那麼過了不久呢 他跟朱莉亞就一起被抓了喔 原來啊 他一直很仰慕的歐布朗呢 其實真正的身份 就是一個秘密警察喔 那他專門抓溫斯頓這樣的思想犯喔 之前呢 歐布朗邀請去他家 還有啊 在他面前關掉店幕啊 其實都只是引誘他上鉤的手段而已喔 那麼很快的 所以溫斯頓呢 就被代謝了仁愛波喔 也進入了這部小說 最震撼的地方喔 對黨來說呢 他不會讓你成為烈士 因為當烈士死去的時候呢 他們的精神會流下來 那麼 處決烈士的政府呢 就變成了壞人嘛 所以呢 就會產生更多的烈士喔 那麼 要達成黨的完全統治呢 就必須在處決任何的思想犯之前呢 把他們的精神先擠垮喔 直到他們打從心裡覺得 啊 老大哥是對的 我愛老大哥 這時候呢 黨才會考慮要不要槍斃你喔 那麼 歐布朗呢 就是這方面的專家 他已經觀察溫斯頓七年喔 溫斯頓寫在日記上面的任何一個字呢 歐布朗都知道 所以呢 歐布朗告訴溫斯頓說 我們會把你炸乾 然後呢 再填滿你喔 那麼這個過程呢 實在是 太慘不忍睹了喔 所以呢 有機會看這本書的人呢 一定要細細的品味這個過程喔 那麼在故事的最後呢 溫斯頓被徹底的改造了喔 他打從心裡呢 愛上了老大哥 好 總結一下喔 1984呢 之所以經典的原因呢 是因為 它其實是一本寓言之書喔 它小說裡面的內容呢 雖然都是虛構的 可是呢 幾乎每一件事情 後來都成為了現實喔 那麼最具代表性的呢 就是北韓這個國家喔 它有老大哥的存在 那麼人民資訊封閉 被隔絕 那他常年呢 跟美國是處在一個 接近戰爭的狀態喔 那麼 他也有思想警察 隨時會把你抓走喔 那麼對北韓有興趣的人呢 其實可以去看 我們最幸福這本書 那裡面呢 有很寫實的故事喔 那麼在北韓之外呢 其實也可以看到很多 1984的影子喔 比如說 電幕這個東西啊 現在呢 人臉辨識系統跟手機 其實都是屬於一種監控工具喔 那麼你在網路上面的瀏覽紀錄呢 也會被拿來推送廣告喔 其實這一些啊 都是一種 無所不在的監控喔 只是可能你跟我呢 都沒有特別注意到這件事情而已喔 但是呢 讓我比較欣慰的是呢 現在的語言 還是不斷在進化的 對吧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喔 按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